好 广告之后感兴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生青 刚刚我们上一节说到了 喝水和爱腔 可能是脑中风发出的一个信号 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讲过 那个流口水吗 和那个道理是类似的 体内跟外界相接触的 主要是两个通道 一个是气体的通道 一个是食物和水的液体的 固体和液体的通道 都从嘴巴鼻子到了你的淹没 到了那个地方 这是种的一个口 然后到了这儿就开始分叉 到了烟后壁 开始分叉 分了两个管 前面是气管 这一节一节是气管 这个后面是食管 这个有个管子 这是通食物的 这个气管 这个地方 需要分砖了 有一个我们说会宴 必须是灵活地在那儿起着 往哪边前后盖 盖栏核心了 那谁管这个会宴 在这盖前盖后呢 大脑 对了 大脑 脑子里面管这个东西 好了 那现在本来他喝一口水 要进正常人 我们正常人 你不管是在书画 有一天为什么书画的时候 容易呛呢 书画的时候要用呛 所以他自己有的不灵了 也呛了 这是正常人偶尔会发生的 结果他有病了 管这个会宴的脑子里 那个细胞 血液供应不上了 他管不住它了 本来该往前盖的 他没有盖 结果呢 这个水喝进来以后 没有盖住 跑到气管去了 是 他不就枪了吗 道理在这儿 还是血管的问题 是 这儿 是